剛才你說要吃中菜 你可否說幾樣你平時要吃中菜的 你點些甚麼吃? 魚香是自煲 魚香是自煲 我就是咕嚕肉 咕嚕肉 我做苦瓜蒼魚 做苦瓜蒼魚 就是這樣 一個人嗎? 我和太太 我太太和我小朋友 OK 假裝不是二、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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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笑 當然了 有沒有叫飯? 有 都有叫飯 OK 配搭都OK 有些飯有些肉 有沒有菜? 你拌底的菜 拌著魚下面的苦瓜 自菜 蔬菜 OK 好 蔬菜 你有沒有血糖膏? 沒有 沒有?你很幸運 可能我每天都吃了 我就不偏愛吃 萬一 我不是遷就你 萬一 如果你真的血糖膏 有些東西就不好吃那麼多 剛才給了一個例子 咕嚕肉 咕嚕肉 是菠蘿肉 菠蘿炒出來炸排骨 有甜漿 就怕血糖會升高 茄子 蒸茄子 蒜蓉菌茄子 或者家裡煮的 水肉煮茄子 蒸茄子 是很好的 但當出到酒樓式那種 如果不放很多油的話 它那個皮 那個 藍瓜的皮 就會生壽色 變成啡色 所以也比較難控制 這個理由要注意 它會有很多油 因為油 即是 吃太多油 過重的話 都容易有這個病症出現 OK 那就好了 又叫多點菜 那就不錯 有魚 有魚 吃不吃魚頭的? 有沒有人吃魚頭的? 沒有人吃魚頭的 吃魚身的 三明魚頭? 哈哈 OK 魚頭就是 人人都是這樣 健康、不健康 男、男、女、女、弟弟哥 我也是叫他不要吃魚頭 魚頭有魚韻 即是那塊東西 其實這塊東西吃得多 其實身體內的血脂 就很容易高 吃呢 就鼓勵是吃肉 就不是吃頭 即是魚的面豬燈 當然可以 是肉來的 但就不是腦的漿 那些魚韻的地方 OK OK 出了街又吃完東西 如果去超級市場 又怎樣去看一看標籤呢? 有沒有留意怎樣看的? 2010年都要有標籤制度出來了 所有聲稱低糖、低脂、低卡奧里等 這類的產品 全部都要標籤化 即是要寫營養成份在後面 是不是? 好了 如果針對糖要來看標籤的時候 最重要是 你看標籤的時候 就看每次的食用份量是多少 因為他經常告訴你 每100克是甚麼 有多少營養甚麼價值 沒用的 100克是用來做一個對比的 但你吃的時候 不是真的每天都數著 100克我停了 我不吃 100克是做一個比對的 所以 你就要看每次的食用份量是多少 如果真的叫做一些無糖的食物 它的意思是無添加糖分 每100克裡面 它的糖分就不多於0.5克的糖 就叫做無糖 如果每100克裡面 譬如每一份 你每次食用份量 它的糖分寫了5克 10克、15克 每5克就等於一粒方糖 每5克就等於一粒方糖 你就會知道 然後它裡面的糖分 即是裡面的食物有多甜 5克一粒糖 10克就是兩粒糖 當然越少就越好了 除了看糖分之外 其實你還要看高一格的 糖分以上有一個叫做碳水化合物 這個名稱 如果糖尿的話 碳水化合物大概 大概每餐的需要量 其實要看了才知道 大概每餐的碳水化合物 40、50或60克左右 每人都不同的 有些人設定可以吃80克的碳水化合物 你看的時候 你預料到每次食用份量 有40克的碳水化合物 你也可以吃 但因為每一餐40克的碳水化合物 你吃40克就很老了 你不要再吃薯仔、紅蘿蔔 那些變成糖分就會太多了 所以你一粒下去 如果沒有糖尿 你一粒下去就可以看看糖 如果有糖尿的話 你看到標籤那裡 你就要拿一粒碳水化合物 因為碳水化合物這個字眼 已經包括裡面添加了的糖 或者是其他的糖分 現在桌面有一粒醋 一粒醋 是今天我們的食材 大家趕快拿來看看 因為這粒醋 不是這粒醋 這個標籤都寫得很好 你看一看裡面 是有多少糖 是啊 你看這個份量 每100ml 這瓶有多少ml 700.43 600 2.43 2.43 它的標籤那裡 寫著每100ml 對嗎 每100ml的糖分是多少 2.43 2.43 2.43 不是吧 0.00 OK 嚇到我 我以為我今早看錯 好 每100ml 裡面的糖分是0g 是不是0 其實它真的沒有添加糖分 但為什麼它仍然有2.43的碳水化合物在裡面 為什麼呢 你看它的材料 為什麼呢 你看它的材料 你看它的材料 什麼呢 對 有蘋果汁 它有少量的蘋果汁 加進去 蘋果汁 就是蘋果 也是有果糖的 果糖也是屬於碳水化合物 所以每100ml裡面都有少許蘋果汁 只有2g 譬如你拿這些來做醋 就是醋 用來做醃料 這樣就有一個不錯的用途 然後呢 它的糖是0 糖是零的,但吃下去也有甜味 不是酸到不能入口 等於平時你喝的Light Zero汽水 或是無糖的香口膠、無糖的糖 為什麼吃下去還有糖? 還覺得甜嗎? 有代糖 對,有代糖 你手上的材料是豁和E955 是嗎? E955 是甚麼? 甜味劑 其實甜味劑是類似代糖的東西 所以令到有甜味 但不是實際加了任何砂糖 你都會感覺到甜味 感覺到甜味 所以外面買的無糖汽水、無糖糖 它真的沒有甚麼糖 真的沒有添加糖分 但也不能任意地吃 當然吃太多才會身體有事 每天你吃的代糖糖 每天你吃的代糖糖去到一匹 或者兩匹 其實吃到你肚子 一般來說不會有人這樣吃 OK? 好了 說到這裏 最重要是看標籤的時候 看下每次的份量 它現在說100ml 所以是六份一支 因為這一支是600ml左右 要看碳水化合物 如果糖尿病 看碳水化合物 看糖分 OK? 只要看這一點點 否則很多要看 其他很多就會混亂了